尘中依罪下其人 罪下等的那一个 最贫贱的那个乞丐 看到这种神通的变化 又听到维摩杰所讲的 全部都发起了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就发起了这个道性 故我不认知彼问极 所以我善得菩萨 没有办法胜任 带大众去看维摩杰 他比他 他没有资格 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 带大众去问 去看他的兵 这个时候所有的菩萨 一个一个向释迦摩尼佛说起本言 他们都没有办法去 一个一个都跟释迦摩尼佛 我也没有办法 另外一个菩萨也讲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胜任 称述为摩杰所言 戒业不认子 彼问极 没有办法胜任 所有的菩萨全部讲 我们没有办法 十大弟子也没有办法 连所有的菩萨都说没有办法 可见这个维摩杰 这个金树如来 他是变财无碍 每一个他都给他修理过 每一个十大弟子都被他修理过 包括所有的菩萨都被他修理过 这个不是讲说 不是指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圆结果人 什么叫圆结 圆满结物的 金栗如来是圆满结物的 得到这个正果的人 维摩杰是得到正果的人 他们这个菩萨的名称 只是在于 他们是属于前移的菩萨 不是就近的菩萨 如果是就近的菩萨 那就地位很高 前移的菩萨就没有圆满结物 他们有菩萨的名 那是属于前移 前 因为佛法里面有分成全法 权就是权力的权 权法 权法就是属于还没有圆满 实法就是属于圆满 这两个字大家要分清楚 一个是叫做前 就是方便 实 实在的实 就是圆满 所以佛法里面 也有很多是属于前法 有很多是属于实法 实法就是圆绝 圆满结物 没有圆满结物的 没有圆满结物的都叫做全法 佛法里面有分成两种 一个是前法 一个是实法 前法就是没有圆满结物的 那么实法就是圆满结物的 所以所有的这些逐菩萨 并不是指大菩萨